在娱乐圈当中,有人走红只能维持一段时间,更有的人只是昙花一现,不过呢,即使是变化区快递娱乐圈,也会有人能够做到屹立不倒,一直红到现在,小编随便说几个,大家都会非常认可的。 杨幂,唐燕,哭歌等等,这几位是不是从出道就一直红到现在呢?不过呀,小编个人还是比较喜欢不老女神陈乔恩,相信大家对陈乔恩并不陌生吧,无论是八十九零后,还是现在的零零后,都对陈乔恩很熟悉。 早年出道的时候,陈乔恩就被大家称之位偶像剧女王,可见当年陈乔恩饰演的偶像剧到底有多火了,能够被称之女王。 这就说明当时陈乔恩是偶像剧中的大姐大,小编记得最最清楚的,就是陈乔恩饰演的王子变青蛙们这部偶像剧了,嘖嘖嘖,直到现在,依旧没能有任何一部偶像剧,能够超越这部剧。 这也是陈乔恩出道这么多年来,一直红的原意所在,陈乔恩这三个字,不仅仅是代表人名,更多的在我们观众们来说,是满满的回忆。 现在陈乔恩已经38岁了,但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她变老,不老女神的称号能够挂在她身上,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 苗翘有姿的身材,白皙的娃娃小脸,再加上没有遗留一点岁月痕迹的颜值,真的好美,宛如18岁少女一样,真的一点都不相信,她今年38岁了,这或许跟她平时的健康保养有关吧。 咸鱼的时,后发现了她的小秘密,跟着学做一段时间,整个人气质变好了,凡人的坠肉也消了,自信满满,这才知道,抵抗岁月系里全都是这样子来的。 至于00后为啥也对陈乔恩非常熟悉呢,主要原因是陈乔恩这几年的内地发展非常好,尤其是新校傲江湖,这部剧中,陈乔恩饰演的东方不百, 真的是太经典了,看过的网友都觉得她的演技非常好,这乎简直本色出演,演技好,颜值高,00后自然也喜欢她了。 从台湾娱乐圈转向内地的娱乐圈,陈乔恩也并不是那么顺利,来到内地发展,陈乔恩并没有得到像之前对大韩星那样的待遇,甚至比内地个别明星的待遇还要差。 这也是正常的,因为现在内地的娱乐圈发展得非常好,陈乔恩得不到高待遇,也是意量之中,但凭借自己的扎实演技,和非常和善的人品,在内地发展得也蛮不错的,也认识一些执行闺蜜,比如赵丽颖。 赵丽颖是陈乔恩在内地的知情闺蜜圈中的一员,其实陈乔恩的闺蜜在内地也没几个了,能够和赵丽颖成为好朋友。 这也是陈乔恩非常幸运的事,因为赵丽颖是真的很可以的闺蜜,不仅在内地娱乐圈地位高,而且人也非常好说话,凭借这几年的努力,现在赵丽颖已经成为新四小花蛋,位置娱乐圈,一切演员。 陈乔恩和赵丽颖都是观众们非常喜欢的女演员,不仅是她们的颜值高,更多的是她们非常真实、可爱、性格活泼的人,无论在哪里,都会非常受欢迎的。 不过呢,这样一对非常要好的闺蜜,却一直没有出现过任何合作,这也让网友们感到非常疑惑,面对着网友们和媒体们的质疑。 陈乔恩终于说出不与赵丽颖合作的原因,知道原因之后的网友也是罪了,两人不肯合作的原因,竟是因为是,哈哈,真的是罪了。 赵丽颖也直言,要是我们合作的话,估计剧组会被我们吃空的,也是。 关注这两位女神的人都知道,她们的确很难吃的,只要在一起,就会想到吃吃吃。 这样组合在一起,估计也没有心思去认真拍戏了吧,因为一心想着吃玩啊,哈哈,你们完全不懂,吃货的世界有多复杂。 更何况是两个吃货呢,要是真的一起合作了,估计导演,剧组都要哭了吧,哈哈,开开玩笑了。 其实小编还是蛮期待他们两人能够合作呢,要是合作了,估计又是收拾绿贼高的经典作品。 你说是吗,你期待他们两人合作吗,欢迎留言哦。